首先 感恩拉伯大師大師父 祝福正 王大靈感 觀世菩薩 感恩諸位佛菩薩 基隆天護法菩薩 感恩師盧君鴻臺長 感恩佛友們 義工們 我是長期居住在新加坡和墨爾本 學習心靈法門雖然才短短一年多 卻按捺不住內心的喜悅 想跟大家分享我的学佛机会 新加坡司马路的观音庙非常有名 信佛的人都知道 我经常去观音庙拜菩萨 那时我以为信佛就是磕头求尖 直到有一天我再去 我看见几位穿红衣服的义工 在免费结缘佛书 我好奇地上前也拿了一本 交谈中听说他们经常来这里派书 奇怪的是我每周都来司马路 也经常来观音庙烧香 却是第一次遇到 缘分就是这么奇妙 不成熟时擦肩而过也看不见 一旦成熟什么也阻挡不了 书很好看 但是一看大悲众 我不由得产生了为难情绪 就这样徘徊的一段时间 最终促成我念经的 是我对信仰的渴望 年过半百 虽然经常烧香 但佛教对我而言还远远谈不上信仰 然而人还是应该有个信仰 这个念头随着年龄增长愈发强烈 最终我决定真正的走进佛教 开始念经 被失眠和哮喘折磨了很多年 但即使开始念经 我也没有想过念经会改变我的健康 这个改变简直颠覆了我作为医护工作者的职业思维 我失眠有很多年了 最早是因为职业原因要上夜班 偶尝失眠 随着时间推移慢慢成了常态 过了五十岁后 失眠竟然愈演愈烈 到了整个晚上不能入睡的程度 数羊能数到两千只还不行 到了早上疲惫不堪 精神恍惚 早些的失眠我没当回事 直到发展成整晚失眠的时候 我在尝试各种办法 但是一直不能解决 菩萨真是眷顾我 我根本不知道念经可以帮助提高睡眠质量 所以也没求过 没想到才念经一个星期 我居然可以睡着了 到现在睡眠质量好得不得了 再说哮喘 我从两岁开始有哮喘 我的妈妈是药剂师 为了我的哮喘给我配药 带我看医生 做个各种治疗 只能暂时缓解 拉长八座间隔 而且我妈妈说 我的哮喘是麻疹后瘤症 是终身的不可能痊愈 因为从济世期 哮喘就伴随着我 而且妈妈都说了 我会终身哮喘 各种治疗里做的 的确没有治愈 所以我从内心最深处 已经拥有了这种定性思维 也习惯了他在我的生活中 时而出现 定居新加坡以后 我要定期从中国邮寄药品 也要定期去看医生 我看过很多不同的医生 不是为了根治 因为在我心中 我的哮喘是天生的 是不可能治愈的 看医生只是图个方便 医生开除的药 是强度最高的 到最后我去看药 已经不用医生 亲自的开除方了 只需要跟故事讲一下 大家对我太熟悉了 发展到后来 我一丁点凉的东西 都不能碰 一口凉水 就可以引发我剧烈的咳嗽 橙汁也不能喝 露泪也不能沾 一点点空调 马上就咳嗽 新加坡是个热带国家 到了夏天 每个人都想尽办法 让自己凉快些 可我在家要穿袜子 出门乘车 要搭一件外衣 就这样千小心万小心 有时好好的 到了晚上就躺下来 马上咳嗽 就得起来吃药喷雾 到学与心灵法门之前 我的哮喘已经非常严重 不仅每天要吃很多次强力止咳药 还必须服用激素来控制病情 激素的副作用几乎人人知晓 我作为医务工作者更是清楚 但是我根本没有别的选择 和诗年一样 我根本没有想过 念经能帮助到我的哮喘 甚至在学伯后 有一次在新加坡观音堂 聊天时 一位伯爵说 他的哮喘念经后好了 在别人为他赞叹的时候 我不加思索就说 不可能 哮喘不可能好的 弄得其他伯爷 怕我继续造伯爷 赶紧终止个瘫荒 随着学伯的深入 我慢慢了解了业障这个概念 也知道怎么念 礼佛和小房子来消悦 于是在2018年 观音堂那天 我念了27遍礼佛大唱鬼文 专门针对我的哮喘 也捎送了小房子 虽然是针对哮喘 我依然没有指望 有什么另干见影的效果 然而奇迹发生了 我的先生首先发信 我不咳嗽了 这一提醒 我也恍然大悟 的确这几天没有咳嗽啊 莫非独萨帮我消夜了 为了验证 我大着胆子喝了凉水 天哪 居然喝凉水也不咳嗽了 再吃点豆子试试看 天哪 居然吃豆子也没有问题了 橙汁酸奶都可以吃了 我死忽忽地去好朋友家 报告喜讯 好朋友也不相信 试着打开空调冷风 看我的反应 空调风也可以吹了 到现在一次也没饭 我再也不用千小心万小心的 这也不行 那也不行 我没休息灵法门前 也做了很多检查 整个肺都是白点 医生让我去看专家 但是我知道是哮喘导致就没有去 我发现哮喘好了以后 又去检查了身体 这是我的化验报告 2018年10月17号 检查报告显示肺部清晰 念经对我的健康第三个改变是我的背 长年以来我的背总是觉得像压着一床后背似的不舒服 弄得我经常要去按摩 念经后也消失了 身体从未有过的轻快 身体这么大的改变 是我几十年寻医问药也没有解决的 这些病顽固到 让我完全相信 他们会一直伴随着我 没想到念经短短一年多时间 可以让我告别几十年的老病根 观世音菩萨拜死悲了 心灵法门太好了 我没有特别祈求过 要菩萨帮我把病去除 但事实让我相信台长说过的一句话 奇迹一定会发生的 我做事喜欢认真 不做则已 做就做好 学佛也是一样 初学佛时 听到佛人们说开悟这个词 我很好奇 开悟是什么 怎么开悟 直到有一天 我静静地念经 念着念着 突然脑子里啪了一下 好像瞬间什么都不重要 心中只有喜悦 那一刹那我的心开了 我知道真正的学佛 不是祈求外环境的变化 而是修得内心的清静 开悟是不容易的 暂时的开悟会随着境界时有时无 但是我相信只要坚持 正信正念 如理如法的修持 一定会有水到渠成的那一天 感恩大慈大悲观世菩萨 感恩师父 感恩佛缘成熟 让我一见心灵怀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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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